解放軍為了抗議副總統過境美國 東部戰區8月才剛在台灣周圍 進行海空等兵力的聯合演訓 9月間也擴大了灰色地帶的襲擾 國防部就在9月17日至18日 24小時內徵獲了103架次的共機 突破了今年4月間91架次的紀錄 其中有40架次越過海峽中線 就它的機群開始增加 在台灣南部東南部出現的頻率 包括無人機也開始深入台灣的 西南部南部跟東部 這應該都是在演練在戰時 他們的打擊機群 從宮古跟巴士海峽突破 然後到台灣的南方東南方 從那個位置它就攻擊 我們海空軍的所謂戰力保存區 共機襲擾東部以及西南部 除了練兵練作戰 專家也觀察到 越過海峽中線的共機 飛行軌跡也不同以往 今年的8月19號之後 我們觀察到 中共的戰機在越過海峽中線之後 它現在不會馬上掉頭 它會沿著跟海峽中線 大致平行的方向 或往南或南北 在海峽中線以東 做比較長時間的停留 而且似乎會刻意的進入 我們在海峽中線以東 所畫的四個線航區之內 甚至在9月10號之後 還出現了它的戰鬥機 在不同的線航區之間 穿梭的這種狀況 中共軍機注意 你已進入我空域 你想我非常安全 立即回轉脫離 僅僅貼著海峽中線的四個線航區 實質化了海峽中線 專家解釋 共機速度進入我國畫設的線航區 等同是挑釁我國政府執法地位 是中共在台灣海峽發動的 新一波法律戰 而國防部在9月時也首度透露 掌握到共軍機艦以及地面部隊 在福建大城灣集結演訓 國防部長邱國正也不諱言 近期敵情異常 我們最近的敵情 真的是蠻異常的 那我們研判初步 到9月份他們是做一個聯合軍演 部長可能主要是講的是 9月11號到9月15號 共軍三大艦隊有17艘省面軍艦 包括三東號航艦戰鬥軍 在西太平洋突然之間 在大家在突然之間舉行了一個 以往在這個時間點 9月份沒有實施過的這種 大型的對抗演習 甚至於在大城灣的部分 他可能有注意到一些狀況的變化 那國防部應該還在研判 這些變化的意義 專家判斷8月底 美國及盟友日本澳洲 以及後續加入的菲律賓 在南海實行了聯合海軍演習 隨後9月中旬 中國就在西太平洋部署航艦和戰機聯演 分庭抗禮意圖濃厚 中國他刻意要做一個表態 同時在他這系列的軍演上面 就是呈現一個北守南共的狀態 他在黃海那邊是北部戰區 他就是進行這個所謂的火力射擊 然後在東部戰區跟南部戰區 就是出動這個軍機跟軍艦進行延續 學者蘇紫雲認為 9月以來共軍的延續 就軍事威脅而言相對有限 但在政治上敵對與恫嚇的意義 則較為凸顯 而除了劍指美方及其盟友 在西太平洋大秀肌肉 共軍在大城灣進行跨戰區操演 也格外引發注目 大城灣就是我們以前常常講的 這個東山島 它向來是共軍進行兩棲甚至三棲 這個登陸作戰訓練跟演習的一個地方 尤其在2015或2016年之後 它其實就變成了一個 兩棲作戰的訓練基地 位於閩越交界的大城灣 距離澎湖僅約235公里 不僅緯度與台灣接近 沿岸有平緩細緻的沙岸 與台灣西部沿海地貌相近 每年7到9月 解放軍便會調遣部隊 執行兩棲登陸戰訓練 想要想武力犯台的時候 它如何在港口遭到嚴重破壞的狀況之下 透過工程的方式 然後達到行政下卸的目的 它等於是弄個人工港 它等於是事先準備好各種的船舶 各種的機具 然後臨時可以組成一個人工港 讓這個部隊呢 可以做這個快速的行政下卸 而不用再像以往一樣 徐徐下去用搶攤的方式 而今年不同往年 演算的規模則是更為擴張 這次很可能就是提升到旅籍 那在我們當面 東部戰區就是號稱公台的這個 就是主力部隊就是七三集團軍 七三集團軍裡面就是18旅跟這個 91旅號稱是兩棲合成部隊 也就是它雖然是陸軍 可是它可以進行就是登陸作戰 所以可能是它這個規模也比較大一點 那加上多兵種結合這個陸航部隊 就是它的直升機部隊 還有原火部隊 所以差點說可能的敵情異常 不過即使共軍演訓規模擴大 專家研判目前仍然沒有大規模集結犯台的跡象 而就在中共灰色地帶威脅更趨嚴重 以及惡物戰爭開打的背景下 2023年新版的國防報告書出爐 其中對灰色地帶戰法有了更大篇幅的敘述 除了調整應變措施籌進新一代輕型巡防艦 特別預算案當中 新式戰鬥機的採購也強化了應對襲擾的戰力 因為美方在1080年的時候 同意出售66架F16 可以提升空軍的戰力 其中包括一些 除了飛機載台本身之外 可能包括它的武器系統、航電裝備等等 還有其他跟它相關的研發 還有訓練等等這些費用 這個都包括在內 這個當然對我們現在面臨的 這些灰色地帶衝突 可能大量的飛機的任務跟損耗 可能有新的飛機進來 當然就是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而且因為我國防衛作戰構想 除了與110年度相近的防衛固守 重層嚇阻 國軍還增加了所謂的 遠距制敵縱身防衛 那眾生防禦可能就是比較像 我們過去講的冰海決勝 貪案堅底 但是它這個眾生防禦的部分 它把它分成三段 那感覺就是把這個 就是有一個 從對手的暗記到海上 到我方的暗記 這三個階段 大概都把它納進去 表示說它這幾個 我們把整個防禦的眾生更為擴大 從敵人的暗記到我方的這個國土 我把過去很多有些爭議的部分 它這次整個就一併的這樣納進去 而國防部也在新版的 國防報告書中提出 往常沒有出現過的 先制打擊的概念 以往我們都說 我們必須在中共發動攻擊之後 我們才會還擊 可是現在國防部不但強調先制打擊 而且還說那個狀況是 當中共出現非常可能犯台爭後的時候 感覺上中共先動手 我們再還擊這個條件好像被模糊化 隨著中共軍事威脅加劇 此次的國防報告書 不僅有了更積極的防衛構 也增加了結合盟友的區域聯防機制 台制潛艦海坤號也將在2025年完成整備服役 成為未來拒止敵軍航艦的一大利器 為應對一海之隔的威脅做最充足的準備